当天上午10点多,这辆白色轿车停在河边后,驾驶员拎着东西下了车往后走,突然听到一阵哭声,回头一看,护栏外有个小女孩正在拼命挣扎 第一时间看到小女孩之后,内心还是也是比较惊慌的,那就是想着第一时间把那个小女孩救上岸 冯君奇丢掉了手中的物品,向河边跑去,边脱衣服边下河,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一个热心人 在两人的努力下,小女孩被救上了岸,这时另外一名热心的大姐 也赶过来,帮小女孩换上了干净的衣服,随后抱着孩子把她送回了家 事后,小女孩的母亲告诉记者,当天她在上班,孩子跟着老人在家里 后来跑出去和小伙伴玩耍,在台阶边掉了下去 真的是万分感谢他们呀,我没有他们,我们整个家都毁了呀 到边聊天下下,不如座 你总觉得peut其实孩封ster很多,你看你就对手